你好吗,我是琳达,欢迎来到琳达说销售 销售其实没有你想象中这么难系列的第二集 我上集说到,在这个新的系列之中呢 琳达会带领你进入销售的世界 将以尽量平易近人的语言和生动活泼的形式 给大家讲一讲销售并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难 我们说到在销售开始之前呢 你需要做好准备 很多人呢,其实他是忽视这一点的 他并不知道呢,每一个人如果你一旦要踏进销售的世界 你应该有正确的心态 而这个心态是什么心态呢 就是面对自己的心态 这里说到的就是自信心 不管你现在是小白还是新手 不管你是否是酒精沙场的老将 但是碰到销售的瓶颈 现在我建议你,重新出发,重新开始 重新建立你的自信心 而自信心呢,是成功的源泉 我们需要勇于地面对自己 性格中的不足,能力中的不足 甚至看问题的不足 但是没有关系 你即使是一个不完美的人 你即使存在能力上的缺失 也要对自己有信心 因为没有人愿意跟没有信心的人打交道 而有信心的人呢 我们会通常发现呢 他们对持久力 对执行力 对克服困难 面对困难时候的迎头而上的这种能力呢 是会强很多的 所以在第二集里面 我呼吁大家呢 对销售这个事情呢 给它放平和 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态度和自信心 这种自信呢 将伴随着你的整个销售的过程 能给予你能量 能影响到他人 能让他人觉得呢 你是一个可以拖赖 可以信任的人 自信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们很多的销售呢 虽然知道了销售的一些基本的技能啦 一些原则啦 一些道理啦 但是他们为什么还是成为不了优秀的销售呢 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在你做所有的销售的动作的过程之中呢 有很多细节啊 你明明知道 但是没有去做 而一个成功的销售呢 一定是在整个流程之中 照顾每一个细节的人 而把每一个细节都落实到极致 那么他就离成功很近了 在今天第二集之中呢 我想邀请大家 重新面对销售这个事情 重新点燃你对销售的自信 而这份自信呢 将帮助你去重新审视自己 给予自己力量 而这种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忽视哦 好了 如果你此时此刻还没有自信 没有关系 对着镜头大声地说 你是可以的 你是好的 你是最棒的 你可以做销售 每天都说 早晚又说 面对的镜头 做直播的时候说 线上线下都说 说多了 我相信你自信的能量也会提升的 不信 你试试看 好了 还没有关注我 记得点击头像加关注 我是Linda 每天呢 都给大家开启这个Linda 说销售 销售没有你想象中这么难系列的新的视频 希望你跟随我一起去探索销售的世界 喜欢 给我点个赞呗 请不订查